我和前夫高中同学,当时他追了我,追了我半年,我才答应做他女朋友。 大学期间,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上学,前夫那时每个月都会坐好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学校看我。 我们的爱情也成为了朋友同学口中的模范。 大学毕业后,我和他选择了在同一座城市。 那段时间非常的甜蜜,我们一起上班,一起下班,在一起租的房子发生了很多感动的事情。 遇到挫折,互相鼓励,遇到问题一起解决。 那段时间是我和他最快乐的时候。 就这样,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两年的同居生活。 两年后他跟我求婚了,我看着他跟我求婚的时候是又高兴又害怕。 高兴是因为这个场景是我梦寐以求的,今天终于要实现了。 害怕的就是我还没做好当新娘的准备,可我最后还是答应了她。 不久后,我们彼此见了各自的父母。 我们父母对我们彼此都还满意,所以也就确定了婚事。 不久后,我们就结婚了。 由于我们的事业都在上升期,婚后我们没有要孩子。 由于他的公司开了一个分公司,他们总经理把他调到了外地。 这一调也是我们矛盾的开始。 一开始的时候,每天晚上我们还会通电话聊天。 可是两个星期后,我每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,他都是吵吵的说两句就挂了。 一直说在忙在忙,可是我觉得无论在忙,打电话的时间也应该有的呀。 觉得这其中肯定有问题。 第二天偷偷买了车票,去了他的城市。 下了火车后,我马不停蹄地赶往了他所住的房子。 因为我们以前聊天,他跟我说过他住在哪里,所以我当天晚上就找到了他们。 当我敲开门,他给我打开房门的那一刻,我竟然看到了他跟一个女孩子住住在一起。 让我瞬间绝望了,一时说不出来话。 我最爱的男人竟然背叛了我,背叛了我们的婚姻。 那个女孩子没穿衣服,害羞地躲了起来。 我当时就给了他一巴掌,跟他说道,我们离婚吧。 他直接地说,我们早就应该离婚了。 我对你早已经没有了感觉,原来我才明白,他早就爱上了这个女人。 他们老板把他调出去工作,原来是个幌子。 当晚我就要求他给我买了一张返程的车票,我们第二天就把婚给离了。 离婚后,我把这一切告诉了父母,我父母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。 因为现在还没有孩子,早点离婚,对彼此都好。 最让我生气的是,离婚后一个月的周末,他的父母到处在诋毁我。 明明是他儿子有错在先,却跟外人说是我有错在先。 并且当天晚上,给出轨我们婚姻的女生的父母邀请来家,一起谈婚事。 我当时知道了他的父母这么诋毁我,当天晚上,我就去他家把他的桌子给掀了,并且闹了一晚。 他的父母才跟我承认错误。 这件事过后让我非常寒心,结婚前没看清他和他父母的嘴脸。 这件事过后,我回到了父母身边,重新开始生活。 好啊。